这一台呢就是我从长沙穿越了四个省 给它开回到北京的宝马前期款的146 现在我们就要着手 把它身上所有的问题都给找出来 并且呢进行彻底的准备 在点火的时候 这个黄塞啊 它跟这个金属表面就发生了那个 就类似于闪电这样跳火的这个痕迹 它虽然能打得着火 但是它怠速没十几秒钟 就会自己吸火 大干 接下来呢 我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像这种老的十八年的 十几年的这种老宝马 老的146 它身上究竟有多少通病 我带大家一一的去了解 先来聊这个车的第一个通病 玩过很多老的146的这种骨灰机的玩家 一定知道 146身上有一个内饭方面 有一个特别大的通病 就是它的门把手 扶手这一块 特别容易包僵 你看啊 我这个座椅上面 我这个把手上面为什么会包了一个布套子呢 把布套子摘了之后 因为它这一块特别容易包僵 包僵完了之后呢 整个这个上面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你拿手粘在了一块已经嚼了吐掉的泡泡糖上面 特别粘手 或者说更形象一点呢 就是小孩醒了一鼻涕的 那个小孩醒了一个鼻涕 你把手粘在那个鼻涕上的感觉 这就是146身上这个手柄 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它特容易包僵 包僵完了又特粘 然后整个这个感觉特别的不好 并且呢 它有个问题 就是它不像后期款的 比如说190 F30 G20我不知道 190 F30它的门把手可以单独的更换 但这玩意儿不能单独更换 反正我没记错的话 据我了解 不能单独更换 好像要换 要整个把这个门板子一并全部都更换 所以这个很多的146的老玩家呢 他就想出了这个办法 就在这个门把手上面 套上这个玩意儿 就是为了保护这个门把手 不要被手汗给侵蚀了 然后弄得黏黏糊糊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另外呢 它其实内饰的中控 会有一些 类似于那种 就是龟壳开裂的那种 那种感觉 比如说这个车就隐隐约约的会有一些 但是不是很明显 这个车内饰状况还挺好的 你包括其实刚才看这个门把手就知道 非常的好 没有任何的黏糊糊的感觉 这肯定是源于当年 这个老的146的 这个前面的这些车主吧 对这个车肯定都非常的了解 所以把这个套子包上去保护得很好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它的发动机了 其实这一回我修缮这个146 最大的一个改动 不是存在于外观的整车喷击 改动轮毂刹车避震 最费时最费心力的 就是来自于它的发动机的系统 先说第二个问题 就是它的发动机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来自于它的VANOS的橡胶圈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呢 值得重点的说一说 首先第一个 它的VANOS的橡胶圈呢 在这个一般开了几万公里之后 它的VANOS的橡胶圈就容易变硬变脆 它的整个的这个弹性 和它的这种韧性就完全丧失了 如果说你玩过这种老的146 你去拆开它的VANOS那个橡胶圈之后 你会发现它那橡胶圈 可以轻轻的用手歪一歪 那个橡胶圈就直接断裂了 所以你指望这种橡胶 它能带来什么好的密封效果吗 完全不能 这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因为当年宝马 在做这款146的时候 它在订这个材料供应商的时候 选择了杜邦公司 并且杜邦公司当时其实提供了 好几种选择 橡胶方面的选择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当时它提供的这个预算里边好像有这个 4万 4万块钱 4万美金 4万欧元 我不知道 4万美金一吨的橡胶材质 这种呢 它的耐高温的程度是最差的 好像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它耐高温的程度好像也就是在120度 100多度一点点 我没记错的话 但是同时杜邦公司提供了另外几种这个非常非常好的橡胶材质 那种呢它的造价相对比较高啊 香蕉圈 这个失灵的这个通病 这真的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一个骨灰级的这个146的玩家 你肯定会在入手146的第一时间就会把它的那个Vanos的香蕉圈给更换掉 但是呢当时又不得不说多说一句的就是 当时其实146爆发出这个Vanos的这个通病的时候 其实宝马整个的这个部门 包括整家这个公司 其实是知道这个问题所在的 并且把这个问题也列入到了整个公司以后 这个造车需要的这个日程上面了 但是呢他们始终没有官方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召回啊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听之认之撒手不管 所以这个是当年宝马这家公司做的特别特别恶心的一个地方 然后关于第三点 就是这个发动机上面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硅油风扇 这台车呢它用的硅油风扇啊 散热又不好 还特别吃马力 本来这台车的马力就不大 然后经过硅油风扇这么一吃马力呢 又要吃掉10dp 并且呢 这会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台发动机经常性的高温 这个高温呢 就是基本上是由于这个硅油风扇带动起来的 所以有很多的骨灰级的146的玩家 基本上上手这台车的干的第二件事情啊 除了更换Valos的橡胶圈 第二件事情就是把它的传统的那个吃马力的硅油风扇 更换成更先进的电子风扇 这是关于它的散热方面的问题 它散热方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节温器容易出问题 它节温器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它节温器就出问题了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你的一个必须更换的一个项目 然后既然说到了水温 它的水箱也是一个问题 它的水箱呢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们在把这个车开去山东过户的时候 当时水箱直接就开锅了 因为水箱它中间是那种类似于 这个非常非常密集的那种叶片 并且它的水道非常的狭窄 然后两边是两根管子 一根出水管 一根进水管 但是那个水管呢 它的材质如果说 那个老化了或者怎么着的 一旦遇到了前面 因为这个硅油风扇和这个节温器 带来的高温的问题 这种问题非常普遍 它就一定会爆掉 水箱爆掉 所以当时这台车在山东过户的时候 整个这个车就直接水箱就爆 地上一摊的这个冷却液 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车 关户了之后 没有办法去给它粘剪 必须先拉回北京 给它修好了之后再去粘剪 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浪费时间 和精力的一个事情 另外这个车烧机油漏机油 这个事就不说了 这个基本上是个人都知道 然后气门油风容易坏 也是造成它烧机油的一个问题 反正你玩老宝马的话 这个东西都基本上要换 然后这个车有一点区别于一般车型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发动机代号叫M54B22 这个发动机的技术非常的老旧 包括它的火候塞 都是用的有别于现在的单点式的火候塞 而是用的多级式的火候塞 它的火候塞区别于现在的火候塞就是 现在的火候塞是单个的电极 它的火候塞有四个电极 这四个电极呢 好处就是比如说这个电极要不打火了 那个电极可以打火 就是它四个电极可以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可以相当的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延长它的寿命 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其他的它的优点都比不上现在的单级的火候塞 所以这个老家伙就已经被淘汰了 但是在这个18年前的146上面呢 这个车还是这样的设计 这个称不上优点是缺点嘛 时代的这个局限在里边 然后你现在可以把这个多点式的火候塞直接换成单点式的 这都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除了这个设计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 它的防撞钢梁跟现在的车型有所区别的是 现在的车型它的防撞钢梁都是单独独立的 不会跟这个前杠粘在一起 但是这个车前后杠都是粘在一起 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就能看到 这就是防撞钢梁 并且好像没记错的话 它的材质应该是速钢的 玻璃钢的 对玻璃钢的 然后你如果说你要把这个防撞钢梁给拆下来的话 你得先把前杠拆下来 因为它是跟前杠连在一起的 它是通过一根钢管 这边一根钢管连接的前杠和车身 所以跟现在的那种溃缩区的那种防撞钢梁设计 还是有所不同的 这一点也是以前的老旧的宝马的设计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车其实前面之前有一个风扇 但是因为我们把老旧的贵油风扇给换了 所以前面这个风扇其实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我们就把它拆下来了 所以这台车大致的 这个有别于现在的车的一些特点 我基本都大致的描述差不多了 然后有一点就是比较相像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比如说它的助力油壶 还是跟现在的车一样 比较容易渗油 这个车我们刚刚彻底的 把它所有的零部件全都打散 给洗干净了一遍 彻底打修完成了 洗得干干净 但是这个助力油壶才跑了几百公里 上面又是黏黏糊糊的一层油 其实也是因为它的这个助力油壶 有一个透油孔的一个设计 其实是为了散掉它的一个助力油的油气 所以它没有办法 它在这个周围肯定会有一层油气 然后就会让它变得黏糊糊的 这个并不代表这个助力油壶它就出现了问题 而是因为它原本的设计就是这样 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一类老车的这个养传感器 还有它的三元 比较容易出问题 最主要的症状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减车厂 对这种老车 它的这个年减的通过率非常非常的不友好 比如说我这台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没通过 第二次呢 那个黄牛给我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用车管锁 他们这个提供的这个养传感器 然后装上去之后 就顺利的通过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黄牛的一个惯用的套路 但是呢 国内检车厂对这种老车的排放标准 包括它的这个尾气 达不达标 这种要求真的特别的苛刻 非常的不友好 这个是所有要玩这种老车的车主 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事 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像这种老车 它的配件价格一般都比较贵 而且就算是你不在乎钱的话 有可能有很多配件 你想买原厂货 你可能都买不到 最后呢 你只能买国内的一些小作坊 做出来的一些这个山寨货 比如说这车的MTEC的这个包围 前后杠 包括这个车的顶巴 其实你想买原厂间 真的非常非常难 而且非常贵 聊聊这台车目前的驾驶感受吧 其实它的动力没啥 太多可聊的 原厂的2.2升的直列6缸发动机呢 本身技术就比较老旧了 然后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18年了 没有什么爆发力 开起来呢 非常的非常的肉 它的变速箱呢 是一个5AT 代号叫5HP19 这个变速箱 只能说能勉强应付一下它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吧 但是你要指望它有太强的动力表现和这个升降档的表现呢 并没有 只不过呢 这个变速箱 我个人感觉还算是比较的皮实 我发现的唯一的一个亮点是我这台146上面用的变速箱竟然跟帕萨特领域用的居然是同一台 因为有一天买变速箱油的时候 那变速箱油的这个壳子上面写清清楚楚写着 死变速箱适合用 用在宝马146和帕萨特领域上 然后后来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资料 然后问了一下相关的一些卖变速箱油的人 他们说帕萨特领域和146上面用的确实是同一台变速箱 所以它的动力呢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 但是它的底盘和操控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于现代车了 或者说它就是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车 它的操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转向的手感很好 不是属于那种死沉 但是呢 它的转向真的还算是比较精准 走在路上的时候路感非常的清晰 加上现在呢又改了避震刹车和这个轮毂 所以它的整个底盘给你带来的反馈呢 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但是目前很尴尬的一个事情就是 它的原厂的动力呢 跟不上它的这些改装件的水平 比如说它的刹车水平 它的刹车水平 原本就是为了给更高的动力总成而设计的 现在用在这台2.2的G6缸发动机的这个146上面 完全是绰绰有余 接下来聊聊我这一次的改装的心路历程 非常的狗血 特别像极了 在路上捡了一瓶醋 然后为了喝这瓶醋又配了二斤螃蟹 最后进而买了一套别墅的这么一个狗血的故事 首先呢我在准备这台车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朋友 意外的送了我一台3.0的M54发动机 M54发动机完美的适配于这台146 连原装的孔位都是能完全对齐的 你不需要做任何改动 直接把螺丝装上就能用 所以当时我就为了用这台发动机 我在我的2.2的原厂G6缸发动机 都已经完全大修完毕的情况下 我又把这台发动机又重新定配件 又重新大修了一遍 但是发动机的水平提升上来之后 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就是原厂的这台SF5的5AT变速箱 跟不上它的表现 所以我当时就心想 3.0的发动机都上了 你不改一个手动变速箱 说不过去了吧 于是又改了一个146M3的 一个原厂的一个变速箱 手动变速箱 这一套动力组合搭配起来 绝对非常的劲爆 但是呢 问题又出来了 改装就是这样 新的想法 新的做法 必然会伴随着新的问题 于是就会在产生新想法 做法 出现新问题 解决问题 又出现新的问题 又解决新问题 就在这样的死循环当中 不断的折腾 当时这台发动机和变速箱 都来了之后呢 我们豁然发现 手动变速箱和自动变速箱支架 不一样 于是又买了新的支架 然后新的支架呢 又不对 又买了新的支架 一直不断的试 一直不断的等配件 最后直到所有的支架 都完全正确了之后 发现传动轴的长度又不一样 因为自动变速箱和手动变速箱 的传动轴的长度不一样 所以导致自动变速箱的传动轴 用在手动变速箱上面 是完全不能用的 于是我们又定了新的传动轴 那么整套动力总成 都完全弄好了之后呢 我们突然发现 动力上去了 你刹车跟不上它的水平了 对不对 你原厂用的是一个2.2的 直立六缸发动机 它的动力水平 原厂的刹车 够用 但是你如果改了一个3.0的发动机 你的动力水平 对吧 你的刹车肯定就跟不上它的动力水平了 那没办法 就只有改 于是我也买了一套AP的前六后四的刹车 这个刹车上来之后呢 我也发现了很尴尬的事情 那轮毂 塞不进去啊 对不对 它装不进这么大的刹车盘 那没办法 我也只能买了一套BBS的Super RS系列的大尺寸的两片式的锻造轮毂 那轮毂上来之后呢 问题又来了 原来装这个原厂的16寸轮胎的时候 这个车身就已经很高了 你现在再装一个18寸还是19寸的这么一套轮毂 让这个车整个高度看起来就非常的不协调 非常像SUV 那没办法 那只能再买一套脚牙避震 把它车身高度降下来 这些东西改完了之后呢 我又发现排气的声音又不对了 对吧 又买了一套排气 所以零零总总的这整套东西 全都弄完了之后呢 最后赫然发现 你要是改了一套发动机和变速箱 你的上路是不合法的 你如果真的想改3.0的发动机和变速箱 你只能把它放在一个封闭的赛道里面去 这种老车本来玩就是一种范儿 你如果说把它花了一堆心思 然后只是放在赛道里的话 还不一定出什么好成绩的情况下 那不就等同于是 一锦还箱的时候 锦衣夜行吗 对不对 那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呢 为了能让它合法的上街 我又回到了改装的起点 我又把它的动力水平 又恢复到了原厂 就在这样一直不断的折腾 折腾 折腾 折腾的过程 所以玩这种老车 它的乐趣 真的就是这个折腾的过程 而并非它最终的结果 听完了我这次的改装心路历程 你也就应该能明白了 为什么我说这种老车不太适合小白去玩 它只适合老鸟去玩 真的太折腾了 而且这种车没有任何的装逼属性 它真的是一个同性的交友力气 你妄图想通过改装一台老车 来吸引女孩的注意 来泡妞 来刺妞的话 我劝你朋友 趁早死了这颗心 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 任凭你再怎么懂汽车 任凭你说一堆大词 说什么146 是这个宝马历史上最经典 最美的一代三系 我告诉你 在女孩眼里 这就是一台过时的老旧的宝马的老车 仅此而已 属于没有钱还硬装逼的那种类型 不管你花了多大功夫 费了多少金钱 多少名贵的改装件上升 最终你会发现 你开了这样一台老车 走在路上的时候 你愉悦的 只是你自己 上来搭讪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ste,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ste,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m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lo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